繼臺積電紅海與永齡基金會獲得政府授權 代表我國向德國原廠BNT採購疫苗之後 行政院上午宣布 將尋此專案授權的模式 成立慈濟基金會採購 捐贈疫苗專案 指揮中心六月二十八號 邀請慈濟基金會執行長 嚴博文交換意見 經過評估之後 決定尋臺積電紅海與永齡基金會模式 成立慈濟的採購 捐贈疫苗專案 慈濟基金會 對此表達感謝 希望儘快正式簽署核准機制 購買疫苗讓國人施打 另外臺積電與紅海永齡專案進度 傳出德國政府介入協助 上海復興有望讓步 臺灣最快八月可以取得疫苗 不過陳時中對此表示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只能說是大家的期待